上期我们看了一次性纸杯,本期内容继续一次性物品的探究,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放大的一次性保鲜袋,保鲜袋也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常用的一次性物品,我们会经常用来保鲜食物,所以它的卫生和安全情况和我们息息相关。 先捡取保鲜袋的一小块,放置在显微镜下,这些应该是在生产过程中加入的化学添加剂和再生材料,虽然没有发现其他杂质,但提醒大家,尽量不要装高温的食物。 SFIT探索微观世界